一百多年前 英國人的頭頂突然出現這麼一個龐然大物 它從雲層中飛出 緩慢地在天空中滑行 在那個年代 吃瓜群眾們從未見過如此巨大的物體 在天空中跑來跑去 那景象是非常震撼 但是很多英國人都以為是一艘外星飛船 他們大拉著手 放下手中的工作 在那裡好奇地觀看 但誰也沒想到 這隻天空巨獸 突然落下一堆數百斤重的炸藥 煞世間就炸得人面目全非 屍骨無存 他們這才意識到 原來這種巨型飛船 是德國人製造的最新一代殺人機器 今天就要和大家穿越到一百多年前 見識一下那個曾經震驚世界的攀然大物 奇博林飛艇 看看它如何在很短時間內走向了人生巔峰 之後又為何在突然之間 徹底從人們的視線裡消失不見 1900年7月2日 一個叫做奇博林的德國工程師 發明了一種鋁製框架結構的硬式飛艇 並很快成功試飛 之後沒幾年便開始批量生產 在這之前 這種類似的衝擊飛艇已經比較多 但奇博林的飛艇非常高級 在當時的技術水平 那絕對是科學和工程技術上的奇蹟之作 奇博林的每一艘飛艇都具有非常優美的線條 而作為流逼的是 它具有巨大無比的尺寸 和超大馬力的航空發動機 一艘飛艇在天上一動 就好像一時在天空中游動的巨大恐龍一般 試想一下 如果我們東方人在百年前看到天上飛著這麼一隻巨大的東西 那必須磕頭燒銜 因為這樣的情形不就是東方的龍出沒嗎? 當然除了這種巨大的體型之外 這種奇博林的飛艇還有一個亮瞎狗眼的技能 那就是它可以輕易搭載樹墩中的物體 比如把這樣一艘大船刮在下面 是不是很酷呢? 妥妥的一個原始版本的飛船形象 也正是一位奇博林飛艇具有很大的載重量 將當時的飛機甩出幾條大街 所以這艘飛艇在最開始 是射擊用來運輸人和貨物的 也就是相當於我們現在的客運飛機 這種範明要比現在的空客和波音飛機 那要早上半個多世紀 然而一些技術在具體應用時 往往會脫離射擊者本來的用意 甚至走向了反面 這種奇博林飛艇很快就被德國的軍國主義分子盯上 開始將其無專程的戰爭機器 而荒謬就荒謬在 正是在戰爭的殺戮中 奇博林飛艇很快地走向了它的人生巔峰 在一戰剛開始的時候 德國皇帝威利二世本來是想禁止使用 奇博林飛艇轟炸倫敦的 首先 他和英國王室畢竟還是有親戚關係 另外據說 他也不想摧毀那裡的文化遺憾 但是隨著這個戰爭機器的開動 一切都由不得他了 俊帆不斷給他施加壓力 最後他也不得不改變了主意 批准了轟炸英國的行動 1915年1月19日 德國首次派出了奇博林飛艇 攻擊了英國 這次轟炸造成了4人散身 16人受傷 貌似這個轟炸的殺傷力也不是很大 不過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這個巨型飛艇 給英國人帶來了非常巨大的恐慌 要知道 當時英國可還是世界霸主 仍然是那個日不落的帝國 對於多數英國人來說 從前我們總是打別人 戰爭大都遠離本土 沒想到 這次居然有人來打我們了 把戰火直接燒到了他們的家門口 你說恐慌不恐慌 而且更重要的是 在100多年前英國人第一次看到如此巨大的飛行物 在英國上空盤旋 還是覺得非常震驚的 那景象不亞於外星飛船攻打地球 所以在第一次奇博林飛艇空襲之後 英國很多地方開始出現了騷亂 各種異謀論滿天的飛 宣傳這種巨大的飛艇 能夠打擊英國的任何地方 每個人都無處躲殘 德國的飛艇一般都是在夜晚行動 原因很簡單 奇博林這麼大的物體 移動的又那麼緩慢 在大白天還不直接被擔成了火把子 也正因為德國的業界空襲 英國戰局出台了一套法案 明確要求英國人在網上不能點燈點火 你想在街上出個煙也不行 因為會暴露目標 甚至要求關門的聲音也不能太大 可見但是從民眾到政府 對奇博林飛艇的恐懼程度 那是相當的大 所以對奇博林飛艇來說 我打不死李嚇都要把李嚇死 而德國人是自信滿滿 覺得奇博林飛艇就是他們手中的一門終極武器 飛艇一出 無間不遂 敵國降服 吹這種牛皮還是有點根據的 因為一戰時的科學水平 飛機之類的空中武器 都才剛剛開始 就好像小孩才開始學會走路 這樣的水平 即使發現的飛艇也攔截不了 最多給奇博林飛艇戳幾個小洞 撈撈眼而已 但是唯一對這種巨型飛艇起作用的 就是英國北海上空的暴風雨 有時候會幹掉幾艘飛艇 但也得靠老天爺給面子的心 短題來說 德國人在第一年的空襲中毫無壓力 這種如同空中摩馬相驗的攀然大悟 動不動就慢悠悠地跑到英國上空窗著門 丟幾個數百斤重的炸藥下去玩一玩 然後又慢悠悠地飛回德國 但是從第二年開始 奇博林飛艇就暴露出了他最致命的弱點 戰局也開始扭轉 奇博林飛艇雖然牛逼 但可高興卒實感人 這主要是因為他全靠親戚提供福利 這讓他能夠飛在天空的同時 也帶來了一個致命的弱點 那就是一燃一包 有人會問 德國人為啥不用更加穩定 而且同樣很輕的氣體 比如說害 其實德軍早就想到 當時也是考慮了 將奇博林的親戚動力系統升級為害器 但德國人也是命苦 因為那會只有美國能夠高效提取害 而美國人認為你欺負他的兄弟 就是不賣給你害器能咋地 總不能讓奇博林飛越大西洋 去轟炸美國吧 所以德軍最終放棄了系統升級 繼續沿用親戚動力 而英國人也很快發現了這個弱點 在1916年夏天 英國軍方研製出了對付奇博林的專用子彈 這種子彈分為三種 其中兩種是高爆彈 另一種是填充白鄰的燃燒彈 這些子彈通過機槍單獨射擊飛艇 是沒有什麼效果的 但如果將它們混合起來使用 立馬成為一種最致命的武器 原因很簡單 奇博林裡面裝的是滿滿的氫氣 而且大氣男裡面沒有弱形氣力做隔断 所以那些高爆子彈打穿飛艇的氫氣氫 讓逃逸出來的高程度氫氣與空氣充分混合 然後再由燃燒彈 將這一大團混合氣體引爆 結果 結果就是英國的吃瓜群眾們 搬來凳子看煙火表演了 由於協約國都發現了這一致命弱點 奇博林的風頭從此不再 1918年8月 德國飛艇部隊的最高指揮官 親自率領奇博林飛艇最後一次空襲倫敦 結果他被英軍擊中震亡 而奇博林的空襲也就此結束 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最終戰敗 曾經在戰爭中風光一時的奇博林飛艇 也隨著戰爭的結束而黯然失策 作為賠款項目 法國、英國等協別國將德國剩下的奇博林飛艇 一億瓜分占為己有 以後幾年 奇博林飛船公司開始轉型 重新回到它最初的定位 也就是作為商用科技 據報導 奇博林飛艇的確在1920年代得到了福建 在跨大西洋的歐美航行上獲利豐厚 但誰也沒想到1937年 發生著著名的新登堡空難 奇博林的命運就此被徹底判了死刑 1937年5月6日 新登堡號奇博林飛艇 在一場災難性事故中被大火焚毀 97名乘客和乘務員 至少有36人死亡 這艘巨大的飛艇 當時正在星澤西州海軍航空總戰上空準備著陸 不到幾分鐘時間就迅速被大火吞沒 氣火原因非常神秘 但且仍不清楚 不過人們認為 它是由發動機泛出的靜電或火花 點燃了降落時泛掉的氫氣所導致的 直到事故發生為止 新登堡飛艇已經10次安全的往返於大西洋兩岸之間 共載客1002人次 在最後這次飛行當中 由於是在大西洋上空逆風飛行 新登堡號遲到了12個小時 它在東海岸上空緩慢飛行徐徐下降 飛艇拋下兩根著陸線並準備著陸 這時重達110噸的飛艇 在離地面300英尺的低空中 突然起火燃燒 地面上的人束手無策 眼睜睜地看著這個700萬立法英尺的輕機男 幾乎立即被烈焰所吞沒 燃製的龍骨落地跌得粉碎啊 這次空難之後 人們對飛艇的安全性完全散失了信心 不過七柏林飛艇在內的整個飛船運輸產業迅速沒落 不久之後就被新型的民航機給完全取代了 虎哥第一眼看到七柏林這塊成績 第一感覺就是一個字 大 那個年代打戰武器巨大無比能下人是關鍵 正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 同時戰爭中巨大的武器也是一種權力的延伸 象徵著無可撼動的守老權力 這也是為什麼希特勒總喜歡製造超級坦克 超級大炮的有故吧 好吧 今天的故事就到這裡 謝謝你的觀看 如果喜歡的話 別忘了訂閱這個頻道 給虎哥一個鼓勵支持 我們下期 不見不散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